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對這些狗 因為我既然救了牠 我對牠就是有責任 那麼在照顧牠的過程裡面 昨晚我提悟到說 其實牠跟我們人沒有兩樣 我們有把牠們當作是動物 因為牠們就像我的孩子這樣 那像我28年來 包括自己的狗死掉 路邊的狗貓收屍 讓我體悟到活在當下 愛就是現在愛 再晚一點都來不及 我們要從狗的身上 到一毛錢 那麼從牠們身上回饋給我 牠們的身體價值 牠們領安 牠們給我一個親戚 然後給我的一些 這個就是回饋 看牠們的熱情 謝謝 然後呢 打了架還會來告訴你誰欺負我 這個只有媽媽能夠警惠 我就會安慰牠說 我知道 那一個欺負你我等於要去揍牠 那家裡的孩子現在都大了 全家對媽媽這種養狗 我們的家庭跟別人不一樣 因為我們都跟狗住在一起 那麼牠們也接受也願意 然後協助照顧 這個啟發點是孩子因為要養狗 那麼後來呢 他們也了解到說養狗也是一個使命 我比較幸福的一點就是說 我養狗的過程裡面 我的家人包容 再包容 你要當一個成功的愛媽 你除了勇敢跟智慧 沒有其他話可以做 你不可以讓輿論 然後打敗 就是這一群狗 那種驅使的媽媽一直走下去 直到現在 再加上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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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一陣子